後門鎖不住的話 給它跑掉 就造成跟這個狀況一樣 所以那時候的後門要鎖 很難鎖 因為它是行頭小 所以你只會養工 養工理由沒有至高點可以掌控 它的後門可以跑掉 所以養工變成它底下往下走 掃射的時候 只要它往下掃射 同樣一定刮掉 而且你一定要用輕裝備 因為它是一個叢林 一個竹林裡面 不可以用重裝備用輕裝備 所以那一天我在請教的時候 一個通常問人要不要公 我說這樣 要不要公牌的齊群 齊群 齊群的齊 最重要 誰不要給我顧下門 要有人給我顧下門 他說 那是怎麼說的 我跟我說好前門沒有問題 我公前門沒有問題 後門如果沒有一個 鎖射的人來給我站在那裡 我再公前門都沒有用 他從後門一定跑掉 而且掃射下去的話 造成這個後果 沒有隨工 沒有辦法負擔 一定要有一個人 趕快 在他還沒爬上去的時候 火網先駕 下門 一直駕 駕到你子彈都沒有 萬一他真的少下來 你要承受他的第一槍 那時候我真的很感動 我們唐佳仁唐隊長 我們自己的警備隊的隊長 他跟我說大了 老大了 聽你 倒冷靜 他掛到旁邊 我會死喔 你要講嗎 會死喔 我告訴你會死喔 他說沒關係 我會來死 沒關係 這個人要抓到 我聽你 聽說感動了 真的好感動 好感動 我說好 你如果聽我 我一定也決定要說不說 我一定很清楚給大家一個交代 所以那時候到了隔一天早上 我三點鐘才決定要說 因為是唐家人站起來 後來把公的時間延到九點 是因為我相信張錫玲也知道 我們會火小攻擊 所以到九點的時候 我相信他不知道警察已經改變策略了 所以他七點鐘去睡覺 我九點七攻剛好 如果我是火小攻擊 六點鐘七攻 他更清醒 我都死得更慘 所以那一天 這個唐家人所在那裡的時候 還是挨了第一槍 他的進步重擔 對不對 就差一點點 他運氣真的很好 這個畫面很多人看了也很感動 你們兩個男人之間 其實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我們看到侯父你走進去 你幾乎眼淚是要掉下來的 你給他一個很深的擁抱 唐家人隊長後來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那時候也真的要哭 他看到你不發語意走進來 那只有男人跟男人之間才懂的事情 你覺得他所有的眼光是充滿的 是 可是我不忍掉 因為 真的沒有他 當心的抓不到 沒有他是會暗中 沒有他不會成就我們所有的人 包括我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 人家要用生命幫你踢 那是不簡單的兄弟姐 我拚這麼多年 都是兄弟用生命去踢 當然我也拚 但是兄弟那個錢 永遠是一輩子 我抱著台是贏了 我們兄弟的錢 解榮的錢 緊緊的那個檢查錢 兄弟姐 今天我們也是一個什麼 不是一個國家 一個小孩 不是我們拚 但是你沒有兄弟踢 如果我們今天做不夠 成功絕對不是你一個人 是 那是打在拚 不用說了 兄弟 我們就是道頂一輩子